玉阳淡淡地看了一眼凤九,随即副肘转身离去,路过苏鱼身旁时,头微微侧向身后凤九的方向,淡素白色的长袍下摆,影风飘动着,空气融弥漫着紫檀香的味道,熟悉且陌生。 苏鱼自是意会到自家王爷的意思,脚步急促地朝着凤九的方向走去。 姑娘,你可还好吧?苏鱼微微下轻着头,语气略微紧实了些,还带有些许试探的意味。 凤九背着一声唤回了神,思绪飘至,白皙的双手抚起残留在眼角的泪痕,勉强撑起一次笑意。 我无妨,话中虽是向着苏鱼说道,目光却早已飘成了一抹素白色的身影。 姑娘可有名字。 凤九,凤九应声道,竟没有一丝停顿。 苏鱼眼神中一时间一出些许光彩,眸妆也变得清亮,随即喃喃自语道。 凤九,凤凰鱼飞,久久回旋,名字倒是雅致得很。 苏鱼微微笑着轻点着头,苏鱼,她这般性格是天生的,还是? 凤九看向苏鱼,眸中尽是疑惑不解,虽本对她印象不好,但却也尽鬼使神差地愈发想了解她。 对于这一心之所想,凤九也是困惑不已。 苏鱼微抿着嘴角,伸手接过自半空飘下的一片落叶,鲜细的手指抚上那纹领清晰的叶脉。 亲王她性情古怪,这也怪不得她。 自亲王出生那一日,她的母妃便就去世了。 传闻王爷出生时,天空时日头高涨,彩霞遍布云中,喜趣落在枝头上声声提名。 就连那过往的候鸟,皆都盘旋与皇宫上空,声声提名,久久不曾离去。 苏鱼盯着手中的络绎说道,语气也吐露着平淡之意。 这不是喜吃吗?凤九倾向了声,随即望向苏鱼,指尖掐于叶脉之上随着一声清响, 岁叶蟹随着清风吹向空中,苏鱼望着这天空中的岁叶蟹,轻声叹了口气。 即使是这般祥热之招,王爷的母妃亦是难逃欲劫。 自王爷带下的那一刻,便就撒手人环。 王爷与当朝圣上并非是同胞之一,皇上只不过是数字罢了, 当时王爷的母妃胜得先帝恩宠,王爷归为先帝嫡长子, 本应继承地位,却不曾晓得太妃早早逝去, 落得这天锐煞星之名,数十余载带兵征战沙场, 一样的这一身大幕之情。 恐是天意,却又有些不尽人意。 他竟还有这般离奇绅士, 凤九也不知怎么心头隐隐浮上几次抽痛感, 欲结心中,久久不能平息。 苏玉见凤九半少没有声音, 刚欲开口询问,却被冷冷的声音打断, 随即转身望向身后, 便被惊得说不出话来。 苏白衣袍迎风飘动着, 衣巾上泛着一语夕阳光辉, 带着些许余温打在脸上映语衣衫, 竟有些刺眼。 银色面具早已退下, 卷轻青丝任由这清风浮动额间碎发, 也缓缓落于脸庞, 熟悉的面孔随即映入眼帘, 那眉宇间皆是清冷之意, 即使这般也丝毫遮不住那亘古不变, 清冷俊美的容颜。 你二人就打算一直站在那里了, 清冷的声音自耳盼传来, 带着久违的熟悉, 两颗金银落于地上, 印在淡粉色的一群上, 金银溅在地面融于青砖, 自阳光照耀下翻着些许淡黄, 流于唇齿间, 铭心刻骨的二字早已吐不出来, 欲杰在喉间, 竟觉得万分哽咽, 那种揪心的痛感充斥着整颗心脏, 那令自己思念九百余年的二字, 终究是没能说出口, 荣誉唇齿间, 散于泪水中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